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我们是2006年10月号创刊的嘛 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唱片市场某程度还是蛮活跃的 而且听唱片买唱片这件事情 还是很热衷大家还是会想要做这件事 可是时过境迁我就过了十几多年来呢 大家聆听的习惯都改变了 就像现在很多人可能也不会买唱片了 毕竟像是串流啊等等 都非常的方便 这么多年来唯一不会变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 我觉得可能就是听音乐会 音乐会它本身就是有一个很神奇的现场魔力 希望大家可以直接走进去音乐厅来听音乐会 这件事情好像并不会受到唱片的影响啊等等 我有在编辑台里提到说 我们看一下那个隔壁棚啊 流行乐台 我们就靠这个演唱会来赚钱嘛 音乐会某程度也有点这种倾向 可是呢古典音乐会我觉得相对于其他表演艺术来讲 它好像也是有一点点的门槛 所以我们这次就是用这个如何听一场音乐会来当做我们的标题 从音乐会的一开始 还没有进音乐厅之前 从买票要买哪个音乐会啊 到聆听音乐会你该注意什么 你要怎么去听一场音乐会 以及到最后听完之后 你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讨论 我们就是把它写在这期里面了 那这期其实也很难得是 全部由我们的编辑群所写的一次特期 里面只有一篇德纲指出老师的文章是讲这个现场录音 他跟我们分享是到底唱片跟现场 还有现场录音有什么样的区别 那有什么样有趣的故事在后面 那想跟沈总聊聊 对于听音乐会这件事情的想法是什么 我觉得喜欢古典音乐的朋友们 应该都至少要去尝试过在现场聆听一场 不管是演唱会演奏会音乐会等等 现场的演出其实它有一个很独特的氛围 我记得以前有一些朋友们喜欢听唱片 不是对现场音乐会这么有兴趣 他们常会说出一个理由说 这个现场音乐会音乐家会犯错啊 会弹错啊 那我听唱片 唱片里面不管它是用后制的方式 或者是用什么样子编辑的一个方式 至少呈现出来的东西是完美的 可是我觉得如果说有去现场音乐会 因为领赏过音乐的话就会知道说 其实在那一个氛围当下 音乐当然必须要说音乐还是主角啦 可是我觉得在现场音乐会里面 有太多其他的元素会同时融入在里面 包含观众啦 包含场地啦 甚至包含音乐家在舞台上面 当天的一个状况 以及整个在音乐厅里面 当音乐演奏整体的一个 报名的这种感觉 我觉得像这些东西 其实是在聆听唱片 或者是你不是在现场听音乐会的时候 比较没有办法去体会到的 所以我想就是 倒不是说 听现场音乐会这件事情 一定就会比听唱片啦 或你用别的方式去接触音乐 要来得更高尚 或者是更高的 只是说这个也是一个 我觉得喜欢音乐的朋友们 必须要去经历过的经验 我觉得像我们Music读者 可能很多都是有这个 现场音乐会的经验 不过我相信有很多人 其实是走进音乐厅 几次之后 你会觉得 真的有那么厉害吗 或者那么令人感动吗 有的时候音乐会其实很神奇 有一些演出 它不是百分之百 比如说它就是一个很棒的团 加很棒的指挥家 什么很棒的独奏家 它就一定会是很棒的演奏 说不定意外让你感动的演奏 会在很奇妙的时间点发生 像一青年的时候 我有去水户 听那个小泽真的指挥水户 室内管弦乐团 那是很神奇 因为第一天的演出 真的是我觉得 那个我现在讲起来 鸡皮哥大家都起来了 就是真的觉得 是我听过最棒的现场 不只是贝多芬第九号的现场 甚至可以说是古典音会的现场 因为整个的灵感 大家的投入度啊 然后观众啊 非常狂热 到最后甚至 我看很多和尚团员都哭了 真的是很感动 那时候我就非常的兴奋 然后我就一直跟 没有来的日本记者说 啊 礼拜天一定很棒很棒 因为那是礼拜五是第一场演出 礼拜天下午也有另一场演出 欸 结果礼拜天下午那场演出就是 它没有不好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没有那个热度 就觉得很奇怪 因为明明就是同样的卡司 然后同样的这个乐团 同样的指挥 同样的音乐厅 基本上你会认为它是一模一样的 就只有时间改变而已 那有时候就会觉得 这是音乐会最微妙的地方 我想也许可以再补充一个就是 接续世耀刚刚提到这样的经验 现场音乐会它永远有一个 最大的特色就是 不可被复制 也就是说 即便同样的演出者 同样的场地 同样的曲目 它连续演四天 我相信每一天的演出 在当下都是最独特的 然后这个体验跟感觉 是没有办法在其他的日子里面 再被复制出来的 对 不过因为其实坦白讲 听一次音乐会票价 你也不能说它很便宜 它还是有一定的消费 所以呢 我们这次为了这个音乐会会前准备 提供了大家非常多的挑选方式 比如说你要听哪个曲子啊 因为你可能不是觉得很熟悉这些曲子 你从选举开始有哪些曲子可能是比较安全的 这个安全是指它可能是比较易懂的 可能你听了至少你会觉得很舒服的一个晚上 这是一个选曲的策略 那再来还有你要选怎样的音乐家 我觉得每次看那个音乐家的经历 都会觉得哇塞 每个人经历都很洋洋洒洒洒 写了非常多 跟谁合作过得到什么比赛 但是哪些合作对象 或是哪些比赛还是真的有代表性的呢 那其实就在我们这次的这个 如何选演奏者这篇也有讲 再来还有一个就是 好我现在决定要听哪一场的 但是我要坐哪里呢 我也特别再写了一篇 选位的指南 那不过当然这个选位是非常奇妙的 每个音乐厅都有它自己特色的位置 不过其实我觉得有一些就是比较雷的地方 所以大家可以尽量避免 再来就是走进音乐厅之前呢 有些人会觉得好像应该要先去遇袭 但有些人就觉得说 好像遇袭会有点爆雷啊 好像就是我就会听到太多 我可能会想要出其不外的东西 那这一篇呢其实我觉得非常有趣 因为我们的编辑小木呢 他其实找了一个非常有科学根据的论文 来去讨论说到底是不是应该遇袭 所以我们并不是只是一个唯心论的看法 我们还用了科学的实证的看法 来讨论玉玺这件事情 走进音乐厅之后呢 我们就会有 到底音乐会的仪式是什么 然后到底音乐会呢 我们要怎么样在里面行礼得宜啊 然后有音乐会礼仪啊 教大家怎么样的听一个音乐会 这一期大概就是一个这样 从音乐会的开始到结束 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的看着这一本 如果你是已经走进音乐厅的人呢 其实这本也不会让你失望 因为坦白讲我们编辑群 大家在写这个特器的时候 就会觉得 我们好像也对音乐会有一个新的认识 以前从来不会想过 音乐会其实有这么多的面向 需要去考虑 这一次也是一一的帮大家爬梳 那孙隆你印象最深刻的一场音乐会是什么 如果叫我现在立刻马上把脑袋里面 曾经听过的音乐会抓一场出来的话 我觉得我会想到的是指挥家林克昌老师 跟国家教长乐团 我已经忘记是在哪一年 如果我印象记忆没有错的话 他应该是林克昌老师80岁的生日 然后国家教长乐团请林老师来指挥 柴格夫斯基的第五号加油曲 那场音乐会印象深刻 当然是因为那场音乐会应该是林老师 在台湾最后一次在舞台上面指挥 国家教长乐团演出的一场音乐会了 因为当时候林老师的年纪 跟他的身体状况已经没有像以前这么好 然后整场音乐会我觉得 就像我们之前讨论过的 他不可复制的那样子的一个感动 其实在那场音乐会对我而言是印象最深刻 因为我想在结束的时候 大家应该都已经没有再去想说 音乐会演奏的状况 诠释的方式啊 或者是乐团他表演的状态 是不是符合每一个听众朋友们心目中的想象 我想大家都是围绕在一个很感念 或者是说很感谢感动的一个情况下去 把那场音乐会做一个ending 所以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氛围 对我而言到今天其实都还一直在我心目当中 留下蛮深刻的影响 所以其实像音乐会那个现场的氛围 是非常重要的 那除此之外呢 因为是最后一次的直本乐开 我们也特别的使用了非常多的篇幅 刊登了所有musik从第一期到这期第149期的所有封面 那我不知道孙隆在看这个封面的时候呢 有没有觉得非常怀念 真的有 对有没有哪一期印象比较深刻 要特别说有印象的画导 没有办法列举说是哪一个奇数 可是我觉得在发行musik杂志 这十来年的一个时间里面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不管是整个古典音乐发展的环境 我们在台湾发行杂志面临到这个出版业发行的一个状况 其实都还是有蛮多值得回忆的东西 比如说在发行上面历经了好几次通物的转换 那我们在内容上面也一直在试图着找到怎么样子 才是最能够辅助我们读者需求 或者是爱乐朋友们需求的主题 说到底最后还是得要感谢 这么多年来跟这本杂志 还有跟我一起努力工作的朋友们 同事们因为像这样子的一个发行长度 跟我们发行的数量 跟我们每一起杂志所花的心力 跟它内容的一个丰富的程度 绝对不是一两个人就可以完成 这个需要同事们甚至是我们外面的一些作者们 每一个月都愿意为我们的主题来 撰写很精彩的文章去花心力 去把这些东西整理出来 我觉得都是我们要感谢的 那当然最要感谢的还是我们的读者 因为如果说没有我们读者一路向来对我们的支持 我们也没有办法做那么久 因为做杂志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我想不管是制作发行等等 各方面工作的一个程度 其实不大是外人做得多想象得到 所以读者的支持跟读者的鼓励 也是我们能够一路走下来最大的原因 那最后我还是要代表大家感谢孙东 这么十多年来能不能支持这本杂志 像讲起来好像就是大家都要解散 但其实并没有 这个早餐汇报也不是最后预期吧 对其实我们早餐汇报也不是最后预期 所以呢我还是要说感谢大家收看这期的早餐汇报 不过我们还是有下次见的机会了 拜拜 今天早餐汇报大家可以喜欢吗 喜欢的话麻烦帮忙按个赞 或是按订阅开启小铃铛 有任何意见的话也欢迎在底下留言 那如果你今天看这一期的杂志 这么多过往Muzik封面觉得很怀念 或是觉得啊这期我怎么没有收藏到的话呢 麻烦到我们的Muzik Shop 上面有杂志清仓大特卖 直到二月底这次真的是错过不再咯 那么Muzik早餐汇报下次再见